7月10日至11日 以亚洲首届酷儿研究大会为历史契机 国际资源网络召开了两天的讨论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 一、使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和行动者得以交流 建立亚洲的区域性研究网络 二、讨论如何与其他地方的区域性网络和团体展开合作 来自巴西、加拿大、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 和来自柬埔寨、香港、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国家地区的同行 就国际资源网络的建设和网站设计展开了讨论 国际资源网络位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同志研究中心 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来自五大洲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负责它的管理和发展 国际资源网络致力于把学术界和社区组织联合起来 推动与性和社会性别相关的研究 网络的目标是推动国际交流 促进学者互访 扩大知识积累 发展合作项目 加强学科建设 使人们能够更方便 更有效地分享学术资源 国际资源网络将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它的目的 第一 建立网站 通过网站链接和数据库 检索酷儿研究学者和相关的学术文献 网站还将包括聊天室和公告栏 教学法资料 以及每月通过印刷发行的通讯 第二 组织研讨会和专题讲座 提供奖学金以及资助教师互访 使不同地区的学生和研究者可以直接交流 为促进酷儿研究的跨学科 跨国际的学术交流 国际资源网络已经开过两次会议 与网络的虚拟空间又是真实的合作平台 它将通过各种方式 通过翻译和不同语言 来促进关于性和社会性别 身份认同 种族 人种 国家 能力 阶级 等相互关系的研究 国际资源网络的亚洲地区会议 首先就这一地区酷儿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代表们继而探讨了行动计划和建立网络的可能性 泰国 中国 菲律宾 日本 印度 和尼泊尔六个国家的代表 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发言后 代表们分四个小组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议题是 如何发展地区内和地区之间的研究网络与合作 哪些领域是条件最成熟的领域 具体来说 如何推动这些合作 还有哪些障碍需要克服 国际资源网络可以从哪些方面来促进这些合作 需要哪些本地的基础建设 参与者结合各国已有的经验和行动计划 展开了交流 参加讨论的各国代表 回顾了亚洲酷儿研究大会的成绩 也指出了一些不足 例如出席者中 来自中东的代表很少 还有很多议题没有能充分展开 酷儿的命名与AOGBTQ 在不同地区的意义 以及冲突和寒混之处等 代表们还谈到 如何将研究应用于社会和社区 使AOGBTQ人群受益 还有建立网站的必要性 以及如何募集资金 来满足社区需要等等 就具体的合作方式 代表们提出了种种建议 如克服语言障碍 以及推动多种语言的翻译 他们还对国际资源网络和网站建设 提出了希望和建议 这些组织的概念是 会让我们的组织 和我们的组织 提出的信息 和发展上的组织 所以它会会有这些 信息的文化 并希望它会会看得到 好,它会会变得更好 它会会变得更好 并且会变得更好 并且订阅 并且订阅 你要去互相反复氣了 更大概念 可以多多年,再多多一次 先來我們乾脆 讓我們來莊方的在該單表 在我們伴侶 一般我們 該向我們 ∙發自內地的團團 和在這方面 全體會自成為 oh yeah you can dance you can shine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 oh see that girl watch that sweet begin dancing queen you can dance you can dance you are the dancing queen you are the dancing queen you are the sweet of me seventeen dancing queen you can dance you can shine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 oh you can dance you can shine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 oh oh see that girl watch that sweet begin dancing queen and then but i know DE 서� stakeholders i know who it is bead h конечно